大家好,我是扎属 上节课我们演示了就是RapidMQ最简单的一种使用方式 这种方式也叫做Direct交换机模式 实际上RapidMQ它支持四种交换机模式 这个交换机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发动者在把消息往外发动的时候 并不直接投递到对待里边来 而是首先第一步发送到我们的交换机上 然后再由我们的交换机再把数据发送到Q上 做了一个路由 为什么要做了一层路由呢 想是有好字的 我们的Direct的模式基本上看不出来 在中间同一看直接放过去了 我们看下面的一个模式 我们叫Topic模式 Topic模式的交换机 它怎么来搞的呢 怎么玩的呢 这样的 同样它有自己的Q 比方说我们这个Q叫TopicQ 同样我们建立一个长连 这两个吧 为了在上面的区别 TopicQ1 还有一个TopicQ2 这叫Topic.Q1 Topic.Q2 在上面我们建两个TopicQ 这怎么呢 TopicQ1 它的名字是TopicQ1 还有一个TopicQ2 它引入的名字是这个Q2 然后呢 我们只有对立还不够啊 我们还需要一个东西叫Exchange 我们需要这个地方贸任啊 Deport啊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创建出一个Topic Exchange出来啊 现在这个稍微的区别了对不对 Topic叫Topic.Exchange 我们就记得它叫Topic.Exchange 简单我们直接转回一个就OK了 有一个Topic.Exchange 有一个Topic.Exchange 然后呢 给它起个名字 比方说 我们就叫Topic.Exchange 同样给它起个名字 Topic.Exchange 有了这个Exchange 然后呢 就说我们下一步就见了一个东西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是需要第一步先把消息放到这个Exchange里面 然后Exchange再把消息放到这个Q里面来 那怎么来放呢 就一个绑定啊 就这么一个定啊 来绑定的 Public 叫绑定 比方说我们就叫绑定啊 就Topic绑定吧 Topic绑定 绑定 然后呢 它有一个绑定 Field 绑定 Field 绑定 在一个Q上 哪个Q呢 比方说我们是 这个叫绑定1吧 我们绑定到这个Topic的Q1上 然后呢 在一个To 哪个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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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叫Topic的Exchange 还没完啊 还要有一个东西 叫Wave 一个Routing Key 这个Routing Key啊 就是我们 用路由P的时候的一个特不适啊 比方说 这个K 我们这样键啊 你看两个Routing Key啊 Routing Key Routing Key 最简易打P2 可以啊 我们打到警号 为什么这个警号呢 是这样啊 我们这个Topic模式啊 它是知识通辟符的 这个星花代表是一个单词 然后呢 这个警号代表0个 或者多个单词 我们这个地方 代表多个单词 你看 我们用这么一个 指定一个Routing Key 这是第一个啊 再绑定一个 绑定二 我们绑定到第二个Q上 它使用的是这个K啊 这样不是很明显的吧 先拉过来吧 不要这个常量了 看起来对比明显啊 干掉 比如说 我们这个Key的时候啊 我们会绑定到这个Q上 如果你是这个Key的时候 它会绑定到这个Q上 这么一个关系 我们啊 来看一下我们的发送者 我们再写个方法 写一个 叫Send Topic的方法 Send Topic Metage 这回就变了 这就不一样了 看了 这俩就是首先 需要三个弹数了 这回啊 首先你要指定一个 叫Routing Key 首先指定一个 Extends 然后指定一个 Routing Key 然后指定一个Metage Extends哪个呀 很明显 Extends很明显的吧 就是这个Extends啊 我们 Topic Extends 它的 Topic Extends 然后呢 它的Routing Key呢 假如说我们一个消息啊 我们只发送 能发送一个这样的 然后 然后 加一个这个Metage 这里 我们为了区分啊 加个 加上了一个 出罪 1 发到第一个消息 对不对 我们同时再发一条消息 比方说 这叫K2 还是 如果发了一个K2 它回家叫Metage 大家来想一下啊 如果说我这个发的是这个 然后呢 它能匹配到哪个Q啊 首先这个 肯定是能够匹配上的 对不对 这个呢 也能匹配上 也就是说 这个Q1和Q2 都会收到这条消息 对不对 那假如说 我们这个消息呢 再看一下 它能匹配上吗 匹配不上 只有它能匹配上 也就是说 这条消息啊 只有他 只有Q2 能够收到这个消息 对不对 我们来试一下啊 是这样 开想一下 应该是怎样的啊 哦 说Q啊 又不是它了 对不对 是我们的Q1和Q2了 对吧 它的Q1 Fuel Topic 1吧 Review Topic Q Topic Q 是吧 Topic Q 1 Metage 对啊 然后 这个是从Q2里边呢 这是Review Q2 然后是Q2的Metage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不好使用 还是 鸿雅 这里写一个结果的方法 这是我们的 这个 对吧 这个 这个 比方说我们叫MQ下面的Topic 这一下 Topic 还是发了我们一条消息 很简单 这里是Thin Topic了 对不对 OK 发了两个消息啊 这一下 重新跑一下 其实也很简单 对不对 不难理解 首先 我们这里啊 这创建了两个Q 对吧 创建了一个交换机 然后呢 把这个交换机和我们Q啊 做了一个绑定 用这个K 做了一个绑定 就是啊 然后这里啊 就是我们呢 发送 这里是我们的结束 我们来试一下 MQ的Topic 发完了 我们看一下 Find了一个 Hello 然后呢 Topic1 Q1 Review了 Hello 然后呢 Topic2 也Review了一个 Hello M和1 比如说我们第一条消息 Q1和Q2 都收到了 对不对 但第二条消息 看到很明显 只有Q2收到了 对不对 跟我们分析的是一样的啊 这是所谓的 叫TopicMask 这种可以发现 大家可以发现啊 可以带同培符 也就是说 它可以发给多个Q 第三个模式叫Find 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什么东西啊 这叫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什么 叫那个广报模式 它可以发给多个Q啊 现在就没有这个Q的限制了 我们来试一下 也还是创建一个Q 好Q我们就不创建了 我们还是直接用我们上面的那两个Q就好了 我们直接创建我们的Exchange 我们的绑定就可以了 我们一个一个来吧 先创建我们的Exchange Exchange 我们有这个Exchange 这个 Exchange 又不是Topic了 对不对 这叫F-A-N-Out 这个Exchange 引进来 然后当然也不是它了对不对 这个 这起了名了 我们叫F-A-N-Out 不是那么多啊 我们就不演 随着啊 比方说我们就叫F-A-N-Out 这么一个交换机 广报的交换机啊 OK 创建了我们一个广报的交换机 同样我们也要创建一个绑定 我们的交换机啊 我们的Q啊 做一个绑定啊 比方说叫F-A-N-Out的绑定 绑定一 我们还是绑定这个Q上 这个Q啊 我们就不要了啊 它是没有Q的 因为它是广报嘛 对吧 不需要有Q的 现在我们使用这个Exchange 然后呢 我们再搞一个绑定2 它是Topic上Q2上 我们啊 我们这个配置就写好了 然后我们再写一个发动者来试一下 看哪个广报呢 这回事啊 现在叫F-A-N-Out 这个具体要明确了解啊 为什么叫这么久啊 F-A-N-Out 现在一个Message 然后呢 发了两条 所以发来的时候啊 很明显这个Q啊 就不需要了 对不对 没有用了 人家Q是没有用的 然后呢 这个Exchange也不是它的 是F-A-N-Out的Exchange 这样我们发一条消息吧 我们看一下啊 发一条消息之后 它是发给了这个Exchange 然后这个Exchange呢 它是关联到了两个Q上 也就是说 这两个Q应该都能收到啊 这个Resource 我们还需要给吗 不需要给了 因为我们的对立啊 没有重新见 对吧 我们来制一下啊 这个所谓的啊 这个广报模式啊 看一下 OK 我们重新运行一下 这个是对基础啊 首先大家一定要理解 这四种交换机的模式啊 然后在它基础上之后 它有可能再去具体做功能啊 好 这里我们还没有加一个入口 是吧 实际上我们更好的方式啊 做这种 这个监口提示更好的方式干嘛 哎 使用这个啊 作为提据啊 使用这个 就要SWARG 大家有兴趣啊 做一下相关东西吧 或者说有时间啊 我也可以再讲一门这样的课 就是这个啊 这个啊 好 这就不是SENETA 对吧 你再是SENETA 这个吧 OK 我们啊 再来试一下这个广报 好不好 诶 这个 FEN 啊 来一下 再来 OK 滑过去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输入 是不是两个Q都输到了呢 对吧 滑动了 然后呢 Q1Q2都输到了 没问题 对吧 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种叫Header模式啊 Header模式啊 Header模式同样 我们还得给他建一个Q 这个啊 跟台湾几个 不是很一样啊 这个呢 他是说 那消息里边啊 得需要 有这么一个 KValue啊 得需要出现的一个Header里边 这个KValue 得需要出现 有时候他这个比较灵活啊 可以说只出现K 也可以说 必须要出现KValue 并想Value 还得匹配上 现在我们简单来演示一下 Header Echange 为什么不行呢 写错了吗 看一下 可能写错了 这个单词记不太做啊 是这个HeaderS啊 下了个S Header S Echange 那俩我们也就继续 我们的HeaderS Echange 哎 还是同样啊 给他起个名啊 Hchange 我们的起个名 Header 哦 这是什么啊 这个 这个 HeaderS Echange 这是什么呢 S还编一套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 这个Pin 对吧 没有什么 说的啊 我们的Header Echange 当然有一个Sange 的话 我们就是做我们的Q 和我们的绑定了啊 Q我们这俩就可以新建一个Q 不按那两个Q来搞了 跟那个稍微的区别啊 这叫HeaderQ 是吧 我们简单演示一下 比起什么业务场景啊 大家看一下 取决于 这个 大家看一下 什么 自己试用的一个场景 HeaderQ 往上我们就叫HeaderQ HeaderQ吧 我们的HeaderQ 有了交换机 有了对立 然后把他们两个绑定起来 就完事了啊 这叫Header的绑定啊 绑定的时候呢 它这个比较有意思啊 它是这样的 它有一个Map Map里面 HeaderQ 比方说 我们就叫一个F吧 然后呢 我们放一个东西啊 往这个Map里面 放一个东西 HeaderQ 这个值 我们就叫V6E吧 还有一个Header 叫V62 刚才我们为什么说 它跟我们这个平常不一样呢 你看它不是直接那么放的啊 看着啊 它是这样的啊 就出一个Header的限制 没完了啊 然后呢 它会有一个Wire条件 你看吧 好几个你看吧 Wire一个key WireAll所有的key WireAny 任何一个key 我们使用这个 我们WireAll 这个Map 也就是说 当所有的都满足之后 它才能够 有可能啊 所有的全都满足 才会往我们的key 里边来放 这里还没有完啊 还有个东西 WireAll WireAll 我们再给它 当然你也可以往上面是吧 这个问题对吧 但它编译不过了 跟它Math 比如说 只有当满足 你这个Message里边啊 有这么一个Header部分 Header部分啊 就需要满足这两个key和value 然后我们才会往这个Q里边来放东西 OK 我们写一个Thender来试一下 光说可能有点偷小 是吧 Thender再会叫Head了 对吧 我们有一个Message 他会注意啊 这么来放啊 我们只往这个Ethens里边 这个Q呢 是 叫Head Q 然后呢 放一个Message 还得放一个东西啊 看啥 这里有一个叫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 不是我们搞的啊 这个地方 它跟那个 有点区别啊 我们刚才说了啊 它不是给你这种 Ethens啊 它不是给你Routine Key 来的对吧 它是给你Head来的 所以说 这个参数 我们传一个空啊 然后呢 Message啊 也不是我们原始的Message了 它是这样的 需要传一个这个东西 传一个Message的一个对象 Message的一个对象 我们再给它吧 这么一个东西传过来 它是需要把Target传过来啊 它需要什么东西呢 需要两个参数啊 一个是8的数组 一个是Message的Property 这个8的数组啊 这是我们实际的 我们的消息啊 Get it by 这里面这个参数呢 这个叫MessageProperty呢 这是我们的Head啊 Property 然后啊 大家 这里面是可以往里面 添加东西的啊 它的 应该是什么 set了吧 setHead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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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我们为了啊 给我们这个 写到这个Q里边来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 把这两个Kead 放上 并且啊 还得把这个值给搞成一样的 对不对 才有可能放进去啊 看一下 左门呢 Head1 Y61 然后呢 左门呢 Head2 Y62 然后呢 把我们这个Property啊 放到这里边来 然后呢 把这个Message啊 这个Message就像 写到这里边来 发送了我们这个 对面不对啊 所谓的Head 给趁着啊 而这个趁着是 Head给趁着 是我们的 这个Head的换键啊 这样就发起来了 发起来之后 我们这个接收的地方 也有一些啊 比较特殊的地方啊 这个Cue啊 是我们的 Head的Cue 是吧 Head的Cue 这个Message 所以啊 这里有可能用 读出来来接收啊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这里 发送的时候 是一个 看看我们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直接速度 所以说我们这里啊 接收的时候啊 还是用直接速度来接收 把它 用出来 发扬出来 对吧 这是我们的 不是TOPICCue了 对吧 这是我们的叫HeadCue了 对吧 HeadCue 这是我们的HeadCue OK 首先 我们先做这么一个 配置 对吧 一个Cue 一个Change 然后到我们一个绑定 绑定的时候啊 它是需要指定一下Head的 对吧 这头部 我们发送的时候啊 这样的啊 给我们的原始数据 一个 对吧 然后再加上一下 头部信息 我们接收的时候啊 同样啊 找到这个Q 交流出来 就OK了 我们啊 再写一个入口 来试一下啊 这是我们的 Head 这就不是Fan的Head 对吧 这是Fan的Head 对吧 OK 我们啊 来试一下啊 实际上还是并不难对不对 很简单的东西啊 我们就来简单的来演示一下 它是怎么工作的 就OK了 对吧 大家这个还是说自己啊 多练习啊 发送出去 看一下 收到没有啊 我们的Head的Message 已经收到了 对不对啊 OK 这样 我们这个WebetaMQ的 四种交换基本模式啊 基本上都已经讲完了 大家如果说 那个基本上 这常用的使用方式 就这么做啊 当然啊 它的工程非常强大 还有特大 我们这里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有需要的感兴趣的 大家再查看它的文档就可以了 好了 这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节课就开始给到我们的秒杀了 就用这个推列 OK 下节课见